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梁哥 王师傅 哎 怎么了 前两天跟您说的那车已经到了 那车到了 行行行 那我们马上过去啊 行 你等着我 我马上到 哎 好嘞 嗯 走 哎 走啊 那天说你车到了 咱一块看看去 走 梁哥 梁哥 你车在哪呢 哎 车在外边呢 外边呢 钥匙给你 哎 行行行 好嘞 那我自己看走了啊 好嘞 拜拜 走 我看车去了 这款车呢 呃 就是我身边的这款 来自阿迪亚的月新者600 自行是B型房车 可以看到整个车的这个造型 它是一个欧洲车上常用的一种风格 这款车呢 是整车进口的 车标已经看不到它的底盘是什么了 但是熟悉进口车的朋友肯定可以知道啊 它这款车是基于意大利的这个 菲亚特杜卡的底盘打造而成的 这个底盘在国内是没有引进的 但是在欧洲这个车的底盘呢 是比较畅销的 整个车的造型呢 和国内的常见的 这B型房车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车头的这个造型 比较低矮 很有这种运动感觉啊 它这个发动机舱的高度呢 也并不是很高 并没有咱们这个 而车头的造型呢也是这种 应演示的一个造型 看起来比较流畅 比较时尚的 车的侧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车长度是比较长的 它的长度已经达到了5998毫米 基本上已经达到国内的这个主流的房车的尺寸 不到6米 C本蓝牌就可以驾驶 另外呢 这款车的宽度是比较窄的 它的宽度只有2100毫米 和咱们国内常见的这些B型房车 已经达到了2300 2400的这种宽度 比起来呢 它是比较窄的 为此呢 整个车看起来是一种细长型的一个设计 而车身高度呢 达到2580毫米 比国内的这个主流的伊维科啊 和微友人的B型房车 是稍微矮一些的 为此呢 在通过一些限高杆的时候呢 它有更好的这个优势 车身侧面的设计和国内的这种 常见的B型房车也是不太一样的 它这种厚盲窗的设计呢 看起来更有这种饭式房车的这种感觉啊 很有这种露营范 另外这个车身上部呢 提供了一个手动张篷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张篷的这个宽度是比较大的 另外它这个张篷是有点隐藏在这个车身顶部的 从侧面看起来 它不是过于突出整个车身这个侧面的 这里有一个救手箱的注水口 除此以外就直接来到车身后部了 车尾部呢是可以左右完全开启的尾门 可以看到它和车内的这个横置双双床是完全相通的 整个这个开口是比较大的 另外在这里呢还提供了一个燃气罐储藏箱 这里边呢一共可以放置两个燃气罐 车身左側的设计也比较简单 这个一体式的盲窗设计啊 整个车身看起来一体化程度非常高 另外这里呢是特鲁马燃气暖风的这个排气孔 这里是黑水箱的这个黑水盒 前方呢是一个试电接口 坐进驾驶室啊 首先第一感觉就是和以往 现在的这个基于Dokato底盘的这个驾驶室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前身车主啊 他可能是比较追求这个质感 在这个中控台的上方呢以及这个下方全都包覆了这个类似于植容的这种面料 另外在中控这里呢可以看到车主已经选装了一个中控大屏 可以实验手机互联工程增加整个行车时候的一个便利性 在动力方面呢 那这款车搭载的是一台2.3T的柴油污轮增加发往机 最大功率是109千瓦 最大扭均呢是360牛米 匹配的是一部6档AMT自动变动箱 它整体的这个平顺性还是比较不错的相对来说 另外啊在进口仿车上面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设计特别贴心 就是在前风挡玻璃这里 有一个可以直接封闭的一个遮光帘 这样的话无论是咱们这个呃平时驻车的时候太阳向太阳直射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开 再挡光啊当咱们夜晚驻车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打开进行一个私密的处理 另外在驾驶两侧也会有这种小设计 看 都是比较方便的侧滑门的开启幅度呢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现在这个双滑程度也不错 另外呢在进口这个在进口车型上面呢 它侧滑门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功能啊大家可以看到 我轻轻提一下然后关上 哎车门到这里它就有一个线位直接就把它关闭了 避免说当这个车门意外突避的时候 然后对咱们这个人员进行一个加伤 需要关闭的时候需要再提一下 哎 这样就可以把车门关上了 还是比较方便比较人性化的 现在咱们进入车内 我现在坐在这个区域呢是一个双人座椅 整个座椅的座垫是非常宽的 而且这个靠背的厚度也比较不错 桌板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尺寸是比较大的 两个人坐在这里吃饭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桌板也是可以进行拓展的 这样的话呢整个小餐桌就变成了一个多人餐桌 当住车的时候呢还可以把主腹驾驶向后旋转 变成一个四人对座的一个形式 一家人坐在这里吃饭聊天都没有问题 在上方呢还有这种储物吊锅 整个储物锅的空间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车内厨房呢就位于这个锅道的右侧 这点和国内的很多车型的布局是一样的 不过由于咱们它这个侧花门的开启幅度特别大 当这个侧花门完全打开的时候 整个厨房基本上有一半 整个都是露在这个外边的 像现在外边有风 只有我在里边炒菜的话 也会可以把这个油烟就散出去了 整个厨房操作台提供了一个双心的燃气罩 以及一个洗菜盆 操作台也是可以进行拓展的 提供了很多这种尺寸比较大的这个储物抽屉 在我的左手这一侧呢 这上边是一个放置电视的一个区域啊 看他这个电视的拖架是可以进行旋转滑动的 内侧呢 有了一个卫星天线接口 220分电源的输出口 下方呢 是一个尺寸比较大的一个衣柜 可以把一些长款的衣物挂在上面 住往后方的上边提供了一个小的储物柜 可以把一些小的零碎放在里边 下方呢还提供了一台多美达的房车专用冰箱 这个房车专用冰箱呢 是支持三能源使用的 三能源包括什么呢 有燃气 试电 还有一个12分电源 都可以供咱们这个冰箱来工作的 中间还是比较不错的 内部呢 是独立的淋浴和这个如厕的区域 这里提供一个赛特福德的合适马桶 还有一个可以抽拉的一个花洒水龙头 另外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以为是两边其实不是啊 他打开以后 下方是一个这个可以折叠的洗手盆 上方呢是一个储物柜 里边可以把这些洗漱用品放在里边 如果说洗澡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这一面也关上 然后直接在这洗澡就ok了 车尾部的横置床呢 他尺寸是1米95乘1米2的 基本上睡下两个成年人是问题不大的 另外可以看到整个床垫啊非常的厚实 一按一下子非常软和啊 实际上使用的时候比较舒服的 两侧呢 还提供了这个储物吊过 可以把一些随身衣物啊 放在里边收纳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床的两侧呢 还有这种小的置物兜 可以把一些这个手机啊和遥用器啊 放在里边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床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床板 是三折式的 我可以把它拿起来 这样的话呢 下方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通道 便于咱们存放一些更大的行李物品 甚至可以把自行车啊 或者是电动摩托车放在里边也没有问题 没看到长垫还是挺软的 老头可以弹起来了 水路系统一共提供了 110升的净水箱和90升的灰水箱 还有一个18升的黑水箱 基本上说两个人出去玩的话呢 用到两到三天没有问题 另外呢 在电路系统方面 这款车原车它新车的时候呢 是没有配备电池的 加装了一块非常大的锂电池 另外这款车大家可以看到在车身右侧 加装了一个尺寸比较大的费亚马的手动支撑棚 车顶部呢 选中了一台多美达的顶制空调 这款车当时在新车价的时候呢 落地价将近是差不多90多万 然而目前这款车是19年上牌 现在已经行驶了2万公里 使用了两年行驶了2万公里 目前这款车的报价呢是69万 啊 对于这款刚刚使用两年 但是咱们现在买回去就能省掉20万的一个 准新状态的进口房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更多房车视频房车资讯 可以关注房车情报 好 好